你好啊,怎么称呼你好些? 吴奖业,吴奖业,通常叫你 叫阿欧啊 阿欧啊,为什么叫阿欧啊? 为什么叫阿欧啊,因为小时候觉得很有趣 然后就改了个名叫,然后就常玩 哦,是呀,是呀,真的很开心,又和你聊天 如果这里我们的观众会见过阿欧 有一次我去到一年,那次阿欧有份分享 因为我也是在YouTube认识他的,严格来说 但也知道启业阿欧的背景少少 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工,一团火的,一个义务补习 是不是已经教了十年了? 是的,刚刚好,2012年3、4月开始 恭喜恭喜,我这次很荣幸,有阿欧去分享 他的经历,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可以分享他的事工 和他谈一下,现在社会上的需要,如何去帮助人 我觉得现在都需要谈一下这个问题 无论是受帮助的,或者是帮助人的 所以这次一开始,我想介绍一下阿欧 应该说他介绍一下,给我们知道整件事是怎样的 我们都很想知道,不如你说一下 好,我介绍一下《一团火》是怎样的 我在10年前,2012年3月左右 那时候开始发布了一个Facebook的讯息 就是说想免费帮一些基层小朋友普集 是,有没有机构可以介绍学生来呢? 是,没有义工都好像我这样想 都想帮一些基层小朋友普集呢? 是,跟着有,就是那时候就一开始有个 你当我发阿欧,有什么都好 好像Facebook出了个Message 纯粹是想,就是都想做一样这样的事情 不过还没想到怎样做 嗯,就开始这件事了,嗯 那一开了Facebook之后呢 应该上帝有很多是恩典 那时候的社会气氛很有 所以就一出了个Facebook的Message 有明报的记者在我的Facebook留言 说想报道一下这件事 嗯,接着有三个地方 一个在大窩口,一个在 就是一个在深水埗,一个在油麻地 就是三个地方,一个很小的 一些地区团体,一些屋村委员会的地方 可以借车是一个保障点 嗯,接着我就在那三个地方里面 就三月出帖子 然后很多人说会有兴趣来做义工 那结果四月就开了 在那三个地方开间间 哇,这么多? 是,四月我就开了 三月之后就去了那三个地方 看过一下,有些相片上网 接着四月就在那三个地方 就告诉别人,哇,我也想 约了那些说有兴趣的人 出来聊天,就有间间间会 那四月结果有四十几个人 出现了在那里 那我觉得很大,很意外 其实是我没有想过 是,是我意外 想象意外 我一出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有报纸记者 有兴趣报道 因为我都不敢说我一定做得到 但是出了个报道 开了简介会之后 我就有一些信心可以做 那所以我就都接受了他的访问 那他就很好啊 他在那时候,2012年的七一游行 七一那天的报纸明报出了 哦 那个访问给我们 那结果我们说 我们完这个游行队 不去招义工 那样 就在这个报道 令到我们超多义工 那天又再多一辆义工 那些游行都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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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很棒啊 用这个游行 用这个游道去招义工 那些警察都会有兴趣 来招义工 那些游行都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最高民社会 那去到那年的9月 我们才正式开班的 就是11月9月正式开班 那你问我 我坦白说就是 我自己觉得 当时的社会气氛 是很有气氛 去帮一些东西西社群 很有气氛做贫富懸殊 很有气氛的 就是那时候这件事 很喜欢做什么 一百万人的故事啊 旁白庸大作战啊 这些跨台贫穷的问题啊 那些故事很多的 那我看到很多人都做一次性的义工 那我就想 这个义工服务的好处就是 就是一帮义工 一帮读过书的人 就陪一帮基层的小朋友 就是帮他们补习 就是一个星期一晚 就补两个钟 一个钟后补英文 一个钟后补数学 那就由他小时候 希望期望 就由他小时候 一开始帮他补 补到他大了 那就可以带着他 就是这样去做了 所以那个市场的开展 到现在都是挺顺利的 就是上帝都挺有恩典 挺顺畅的 跟着就 场地都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Facebook 是很好用的 坦白说 现在都很好用的 那时候是很好用的 坦白说 只要我做了一些事情 连上Facebook 跟着就再 就是我开完简介会 我连上Facebook 踢回那些人 结果有很多反应 可以直接回来 所以就透过这个雪头 滚下去 都有媒体报导 就是有明报报导 之后 有其他不同的媒体都报导 就是基本上 只要香港所有电视台 电台 报纸 在So far主内媒体 都有报导过 那所有事情都很帮到手 全部都不是我之前认识的东西来的 就是真是撞彩 真是刚好 2012年3月 出了第一个Message 之后 慢慢慢慢做 因为我自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 我又不是一个出身的 我经常告诉别人 我应该在义工队 五次中读书最差的一个 我就应该是 因为读完中午 就已经没得读上去 所以其实来到的义工 全部都是大专毕业 全部都很聪明 但我觉得我聪明的地方 就可以告诉他们 究竟基层小朋友的成长是怎样 因为我自己就是在义童之家长大 那说到这里 不如给大家看一些照片 还有那时候你做这个义工 顺便说 你是不是有正职的 是呀 我那时候2012年就在教会做的 我那时候在教会做的 是 哦 明白 所以其实你有份正职 但就有个心 就是做一些义工的东西 想起这件事 跟你那个背景很有关 这件事是否需要解说 刚才那个英俊 这张照片也是 刚才那张照片 就是这张建业礼的照片 建业礼的照片 其实是建业礼才穿 正常都不会 然后就是那张照片 我建业旅行的照片 其中一半个 好像有一张对面的棵树 嗯 是 然后呢 你讲一下这些照片 和你的经历 不如 好啊 这张照片就是 我小时候儿童之家长大的照片 这个就是我儿童之家 一切的照片 是 是 然后就是 大家可以认得 哈哈哈哈 是 就是最喜欢找一下哪个 是啊 是 就是打给人帮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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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哪里的 这个都是在儿童之家里面 这个都是以前 因为我那时候的宿舍 叫做 马可之家 香港学生附赛会 是 马可纪念之家 那是条颈岭来的 是一间 是挪威的宣教士 开的一间 一个宿舍 那 所以有 是条颈岭嘛 有泳池在里面 很厉害 所以 很厉害 真的 学校都未必有 是啊 每次 每日都可以 逢是夏天都可以游泳 差不多每次 所以那些导师 每个都是 没有每个人 一个是救生员的 基本上很厉害的 那是挺有意思的 到大了些 所以我在宿舍的时候 已经信耶稣 我基本上在宿舍阶段的时候 我就知道有上帝 那时候很单纯 只要有人告诉我 有些导师告诉我 这个上帝 有上帝 我就信 没什么特别 然后大一点 去到中学 因为宿舍 我就离开了宿舍 在中学的时候 就离开宿舍 想找教会回 所以就找了一间 最近我家的宿舍导师的教会 所以就是这间 我中学的时候回的宿舍会 宣导会的教会 嗯 这个是你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你家里小时候 那个情况 都可能是 就是 挺恶劣的 这个环境 所以 有这个背景 所以 以至你有这样的心 是不是这样 很直接可以这样去 relate 我小时候 没有觉得自己的环境很恶劣的 我一直都没有这么说 因为我都觉得很开心的 很自在 我这么说 不知道我入宿舍之前 我都觉得很自在 你看过我报道有说 就是我觉得 我不要觉得我特别被人惨 很差 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也很开心的 我甚至入宿舍的时候 反而觉得失去了自由 是很适应的 那样的感觉 不过就慢慢适应了 原来要洗澡的 原来要拆牙的 那妈妈 小时候 就是我跟妈妈在街上留念的时候 没有教我这些东西 我都不懂这些东西 那你慢慢完结了宿舍阶段 你才发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 有时候我都觉得是这样的 基层呢 有小时候计算是好的 很自在的 但是你经历过一个阶段 就是你进宿舍 被人去照大 被人管教也好 被人去照顾也好 那你就发觉世界大了 宽了 让你更有能力去做更多事情 那些过程 可能是过程 嗯 所以这些东西也是使得 你觉得 学习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现在在做二宝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基层的小朋友 尤其是小朋友 在学习上面 没有其他那些可能 一般家庭或者中产家庭 也有条件一些的 那就可以帮助到那个学业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初心 我觉得知识很重要 你问我 一定是很难说的 不过就一定是 要懂事 你问我那样东西 就是懂事 我觉得知识最重要是和人沟通 有时基层的苦放或者困难 其实是来自于 不知怎样和人沟通 不知怎样告诉人 怎样做一件事 或者不懂沟通 其实不懂思考 不懂思考不能够很完善 所以我觉得 知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就是起码是一些基层的 所以我反过来说也行 我有时不只是那些基层不懂 我觉得可能中产有钱人 其实他都不知基层的状况 是不懂和一些基层人沟通的一些东西 都是一样的 两面都可以这样看 明白 所以你的事工就两面了 就是可以招聚一些所谓有知识 多数都是中产 那些基层也能够跟基层有个接轨 那你继续说 有一堆照片 是的 在这儿是哪里的呢 这儿就是 这张照片 如果没有记错 反而这张照片不是街站照片 这张照片应该是 那时候我们每年的圣诞会有个圣诞联欢会 那年就去了元朗一个BBQ场的地方 BBQ 我估计是那个位置 接着就绑了几枝被人认怒 还是不知道做什么 那时候 明白 这个是很有趣的 讲开又讲讲远一点 那个场叫元朗西铁浪园 那我们跟他去了两三年 圣诞是什么 结果那个场主呢 在2019年的时候呢 就被人告了他 做这个 这个叫做无差别襲击 是 那个主谋 是 我认识他 是 我正确说 一个这样的 纯粹一个这样的人 他怎么会有可能 在做一样这样的事情呢 是 我对他来说 明白 不如说一下 你的核心事工 这些照片 接着我们就 对了 2012年开始就做乙保 乙保最初就是 问教会 问地区团体 借地方 嗯 总之借了一个地方 我们每周四个导师 每周一晚就帮他补习 这样 这样 也挺简单的 整个程序 每个月都有义工月会 接着我就 招聚了义工 去补习 这样 我主要的任务就是 不断去开简介会 那么 2012年头几年 我差不多每个月 开两场 每场有50个人来到 大概 那么 有20人 20至50人左右 那么就有些人 来简介会 那么 那我就 完了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参加的 但是就会不断 总之有人有兴趣 我们就帮 有场地 有义工 有学生 那么就会开场 所以so far 那么多年 我估计开了 应该都超过50个场 基本上这样 就是有50个地方 用来做补习点 那么就 那时候 基本上就开始补习了 帮小朋友 所以每年都会有 结业礼 刚才有结业礼的照片 又看到我们 有结业礼 这些结业礼 这些结业礼 跟我们结业礼 这样 就会招聚所有人 我们借个地方 借一个学校的礼堂 或者是过一年 就去突破 这个是突破的照片 那么就去 大概 这里都二三百多天了 就去 就聚了所有补习点的学生 家长 义工 那场地 场主 那一年就搞了两个大日活动 一个圣诞派对 一个结业礼 嗯 主要都是这样 明白 那就做了 头那2012年到2016年左右 做小学补习 那2015年左右 就开始有些小学生 毕业升了上中学 那我们觉得他们 他们不是很想读书 那中学生 那就想了很久 怎样去陪那班中学生 所以我想 我想由小陪到他大 我的志愿 很想做 但是 我以为二保 是可以由小做到大的了 就是他由小小 可以帮他保 那中学就继续保 就搞定了 谁知原来这种温馨式的补习 就是 两个到四个导师 对着七个学生 是不接受的 那些小学生 基本上去到中学的时候 那所以就想了很久 是这样问人 怎样可以做呢 怎样可以做中学生 所以我在教会 都做年轻人 那麽多年 我都服侍年轻人 反而做小朋友 做得比较少 做年轻人最多 就是在那时候 那麽 所以我就在想 怎样可以 招聚那班年轻人 那时候就想 那不如就 可不可以每月都搞些活动给他们呢 叫那班导师 跟他们 就是每月有些活动 跟他们做 结果都没有人出席 或者来得不太好 那接着搞了一年之后 我就很认真 有一年就很认真地想 啊 结果我的思考 第一就是要 有一班大专生帮忙 我要招班大专生 因为一个mentor 就是大专生做同事 或者大专生陪伴中学生 但是你可以想像这张照片就很好 就是基本上有个大专生在那裡 其实你看到之后 很多中学生的活动 都是有大专生在那裡 然后就帮和中学生一起 那他们就 其实叫做什麽都可以做的 最重要是一些大专生陪伴他们 第一个就是大专生 第二呢 就是我在问他们 什麽活动 可以叫他们来呢 嗯 你觉得呢 我想你都在牧会那麽久 你觉得做什麽活动 他一定会来呢 做什麽活动打球 喜欢打球的那些 如果一般 你说中学生是吧 中学生 中学生 我想如果补习那些 不是不行 他真的特别有需要 个别 一群 很难群补的了 不是小学生 还有就是吃东西 吃东西很多时候都会来的 是的 是的 我就想了很久 就是 我觉得想什麽活动都搞不定 其实什麽活动都未必会来的 那结论 我就觉得我小学 我们帮他补习 那我去回他家去探他 那一定会知道他 这就是我第一个想的方法 最后就是 不如逐个逐个探 我就去探一些家庭 就跟那些妈妈说 为什么他小时候去补习 现在他怎样 他去探他很有趣 那些妈妈就反过去 求我们什么活动 让他来 因为他发觉 原来他儿子又不听话 又这样又那样 有很多需要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的思考 原来不是他来我 而是我要去他 听他说话 只要听到他说任何话 你都不用搞什么活动 他都会肯来 就是家访的 其实是家访的 是家访就去探他 但是没有预设任何很复杂的东西 总之就是去探他 那他都很肯 反而他们肯给人探访 因为他的补习 一开始补习的时候 都要做家访的 一定要去他家议 一定要收生要求之一 就是一定要去他的家 哦 就是收生要求之一 所以已经一直有关系了 一向都有了 一向都有做的 那就是肯去探访他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第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主期第一年就想 没有什么特别做了一些活动 做了四次活动 那就是 留了他们来 那时候的活动都很简单 两个钟头 那时候在福射的教会 就借了一个地方 星期六之后做 因为我那时候上班 就上星期六之后 就至晚上 所以我正是星期六之后 就有空 用教会的地方 那就是一间小学的地方 就去搞了活动 那就介绍不同人给他认识 其实我觉得 这些活动都很简单 但是最后都搞了一个营会 两一夜给他们去 这个也是营会来的? 这个就是第二年 这个就是第二年有做的一些暑期活动 一会再说暑期活动 可以怎么做 我现在就做了第一年的暑期活动 接着做了CAMP之后 我原来打算交给那些座大专生 就这样可以去 他们搞得好 但是结果原来 他们都不太好 就这样做到那些大专生 那又搞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搞了最可憐 他带他们去南生怀 结果只有两个钟头生来 那都不是很好 那刚才你说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叫他们吃东西 那都暗期了他们 又有些活动 那之后呢 我就逐个原本他的补习点 就有四五个学生一组 很少人 然后逐一组和大专生 一个月一次就约他们去打边炉 嗯 是的 我记得你给那些照片 我有个打边炉 是的 我第一次一定用打边炉 一来我喜欢打边炉 二来打边炉 可以聊天 也可以选择 第二次他们吃什么都可以 没所谓 他们自己选择都可以 那我就跟他们这样打了一年 打边炉 其实打边炉很好 其实真的很好 因为可以聊天聊得很深入 可以 其实在那时候 你开早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想 你想拍了些什么 想在那个场景里做 他们说什么都可以 那就做了一年 打边炉 做了两年 因为两年打边炉 这样做了两年 第二年我们暑假 都有再做暑期活动 再想 暑期活动 我以前也打破 就带了很多Camp 很包含 做76的Camp 都很厉害 那时候暑假就想 怎样再跟他们关系 close 我们就想 每个星期 天一都跟他们去Camp 搞了四个的 两天一夜Camp 嗯 就全部人 Camp 没什么特别的内容 纯粹进长洲玩 这个就是Camp 这个是Camp 但是两天一夜的Camp 这个就在 就是 日头的时间 在市区玩了些活动 他晚上就进去长洲 聊心事聊天 基本上没有被他佛教 第二天就跟他温书 之后就出Camp 所以最近都是 两夜 他最多两三个小时 就给他睡觉 其实都没有余时间 他们睡觉 这样 做了 每个暑假就做四个 两夜Camp 全部都玩到熟 这个方法 我都觉得挺有效 挺帮助 因为我觉得 好过做七天六夜的Camp 因为一个Weed End 来一个Camp 之后他会回家 过正常生活 之后 之后Weed End 又再回去 再去另一个Camp 那个关系又信心得好 又可以他回家生活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历程 嗯 那就是 那思路就是这样 就开始 做了中学生的活动 就 都做了几年了 这样都已经 然后就最后 去到 他们中四 差不多 2018 19年的18 18年左右 他们就开始自修室 刚才的自修室 就是他们18年开始 一班升了上中学 开始升了上东四 开始他们上读书 那我们就开了自修室 给所有中学生 你就可以来自修 但是最主力 都是用吃饭的方法 去陪他们 嗯 吃饭之后 就再想到 不如都有一些学 这样 那就加了一件事 很简单的 就看电影了 最初就是一个补习点 每一个地方 就一早一早去看电影 那个安排 嗯 那就 近年 现在这一刻的安排 就是我们已经固定了 所有的学生 小学生好 中学生好 全部的学生 每个月一次 就会和他们看一场电影 嗯 那就 那就 变了适逢疫症 那我们都没有了所有补习点 也都没有做营习点 只是全部做网上学习 那所以就 一个星期一次的网上学习 他们分组 两、四个学生一组 就一个导师对着他 就晚上 一个星期一至两个钟学习 那接着就 一个月就一次电影 那就 电影就 就 就 就给他们做这一样东西 就一起看电影 吃饭 那电影都很长 基本上是 就由下午的2点钟到夜晚8点钟的时候 就看电影吃饭 那就 之前两个钟头 就有些组长 就有beving 12点到2点 接着晚上8点到10点 就有些组长的beving 10点到12点 就有些 义工的 最后的round up 或者跟着一些尾 那都做了 就在这两三年的疫症期间 就用这个方法 政府说四人限聚令 一早就有四个 那如果他说两人限聚令 那就两个 如果他 没有的 最少都试过四人的时候 出来 没有试过两人的 那 就 都用这个方法 维系得到他们 嗯 这个呢 就是 这些都是探访来的 这些就是 这个就是 那时候 就是 我们 我们有 有 有补习点 有各样东西 接着就 发现 有 疫症开始 我们最初 都停了 都不知道怎么开始做任何东西 也都被义工休息一下 那时候坦白说 2019年之后 因为我们群体主要义工 我或者我最埋身做的一群大专生 是 他们都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风暴 所以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那我们想2020年的时候想去休息一下 不用那么多事情做 消化回我们 就是做了都七八年八九年的事情 那我们前面怎么走呢 那所以就和他们一起谈 那团队的理念有三个 第一 就是一定是知识行先 那样 就是我们都想去教他们很多事情 就是这样 第二就是讲关系 所以就刚才一开始就是 小学做义堡 中学那些什么吃饭啊 看电影啊 那些全部讲关系的东西 第三就是因为去到19年 2020年之后发现 就是这个政府都要令我们 就是因为要限聚令 那样东西 那令到我们发觉原来 我们没办法把那些人结联在一起 一定要独立自主 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想打散 所以我们就学了一个东西就是 就是为什么电影可以一组 一组四个人 我们都会要他们打散 第三个理念就是独立自主 所以又回到现在 那个去到 咦?这张照片就是说 派口罩给他们 因为那时候突然知道 咦?原来我们停了所有之后 发现他们都很多人 很多人 我们在接触着基层 他们又真的没有口罩 没有食 那我又借这个机会 去在网上去呼吁一下 那些人有没有人有口罩 可以给他们呢 那又真的 因为我们自己 找口罩相对容易 就是社会很容易 那他们又真的好像难很多 那又看到那些新闻报道 又在说 他们有些基层的 又会洗口罩 然后才蒸干它 那时候 那时候蒋雷伟 教大家蒸口罩那些 那些 那些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样 那又回到我们最原始 就是 怎样去找一些基层小朋友 不懂得找他们 就是去家房 做个家庭去探望他们 那就可以自然的 找得上他们 那我们又去走多一转 之前第一转 因为我自己去探望 也和еж工一起去 这转就给那些大专生 跟那些义工去探望 他们家里逐一逐一逐步 其实背后 就是我听到很丰富 因为呢 可能你十年里面 一直想想想 怎样帮那些基层 其實你一團火就不只是補習 現在我聽聽聽 就是跟他們一起成長 一個過程是怎樣去幫他們 就隨著他們的需要來做 疫情也要應變 所以其實只說一件事都差不多半小時 其實深層一點那些 在幫人的過程你遇到什麼情況 或者現在前後十年 好像那時候一開始十年前 那個氛圍會有很快就有反應 很想幫助一些人 到了現在這個環境 其實我們都要探討一下 不過我想要下兩集才講這些 但是最後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可不可以這麼說呢 十年裡面你總結你的經驗 在這件事裡面 或者所謂助人 這個歷程裡面 這個事工你有什麼體會 有什麼總結呢 我自己覺得整個歷程就是怎樣解決 整個想法是怎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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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覺得很容易 嗯 事實上真的很容易 在最初的時候 是 又真的很簡單 覺得開補習點 然後二公里 然後有媒體報隊 然後慢慢才發覺 做的事情原來沒什麼用 嗯 沒什麼用也不是完全沒用 但是知道 只是解決他讀書不夠 嗯 明白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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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歷程就是我們接觸一些機場學生 我們很用心去讀書 就是能夠讀的 讀得挺好的 但是 結果可能會升上中學 其他所有事情都沒有變 嗯 他就會反叛 嗯 他全力跟家人作對 嗯 跟著跟家人的關係很差 那 嗯 我發覺有其他問題 如果你全力去做一件事 全世界都做一件事 好像很有用的 所以我最初想到 不要做短事 做長期 長期一個星期做一件事 然後發現 原來你大大力做一件事 雖然長期做 好像在那件事有用 但是另一些事情都會變差了 嗯 這個是我慢慢一路一路發現 那個發現 所以才要搞 除了補習之外 就要用關係下去的 然後再發現 慢慢又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原來就是說關係 我們真的和大專生 和學生關係好得不得了 但是開始有很多情緒依附的 是 經驗了很多 就是關係很複雜 就是很攬住態的關係 很多哭很多傷痛 但是真的不懂得獨立自主 是 是 他學 怎樣可以 學多些 讓他選擇 他自己的東西 今天我也不敢肯定 我懷疑貧窮就是要 源於 沒有知識 源於 他沒有獨立自主 源於 他沒有獨立自主 其實是否結束呢 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我現在這一刻 小化動學習 就覺得 這三件事我都會做 和到這個階段的事情 是 明白 其實 我也想 所以我們會開多集 談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 但是 我看到你的經歷 也沒有講一件事 可能下兩集講一講 會不會有些 例子 具體一點 有些人 你看到他怎樣成長 怎樣改變 或者變得好或者變得差 什麼都好 我想 具體一點 可能大家會更加體會到 但是我會感恩 可以這麼說 或者看到你最初 其實就不用想 不用這麼多事情 一點火 應該說 對 做了出來 一路做的時候 就發現那些需要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開始 我覺得 你的背景也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所以 他感受不到 其他人 所以 我們探討一下 我也很想 有更多人 知道 我們身邊人的需要 透過你的事工 讓我們學習 原來 雖然好像很老套 但是 上帝的事情 都很有可能 但是 當做到的時候 又發覺 很多事情 都是助人自助 也要堅持一件事 不容易 我欣賞十年不容易 尤其是現在去到這個位 下一次跟你談 其實現在去到什麼位 社會的情況 好 多謝你 我們待會見 謝謝 好